2004年就开始生活在日本的大连IT男老高和内蒙古白富美小默 几年前开始搭档在YouTube说故事 结果红遍天下 目前YouTube是他们唯一的视频发布平台 就连Facebook、小红书、Twitter、Instagram等都没有账号 他们真的完全不眷恋自己祖国的市场吗 他们要是也在中国大陆开设视频账号 粉丝数绝对不止500万 和人民币过意不去 有点耐人寻味 其实老高与小默很久以前有在中国B站开设视频号 但是后来关闭了 对于中国网民老高的玄学神学论 反进化论、外星生物论、阴谋论等等的故事 有着严重的态度问题 很容易影响小孩的世界观 结果受到内地家长的抵制 退出中国市场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被封杀 现在中国内地网友想要看到他们的视频 除了靠未经当事人许可偷偷搬砖的视频之外 翻墙是唯一的途径 这确实对自己人不太友好 所以中国网民一直对他们不在内地发视频有点耿耿于怀 中国的某呼平台上有一个关于如何评价油管老高与小默的体温 对于他们的评价很值得分享 这位网友认为 严谨的自然科学被老高说成了地摊文学 忍不住吐槽一下 老高讲的物理是道听途说 不假思索 信以为真 他的认知水平和思辨水平有待提高 专业东西没有两下子 真的别出来晃悠了 丢人还误人 牛顿是如何发现万有引力的 他反复强调是苹果砸头上启发的 从内容的正确性来看 真的惨不忍睹 说句不好听的吧 就是个神棍 老高自己说他本科是在大连学的机械 后来借着机会跑到日本转了IT 到现在十多年了 所以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 正规的自然科学的训练 自己这些年道听途说了一些东西 想当然就拿来讲 没有辩证和茶味 有些难免会一笑大方 这位中国网友写道 还好没在国内传 真的 一个是会被无脑喷 一个真的会让三观没健全的小孩 看了开始满嘴胡舟 这位中国网友写道 当粉丝大十几万的时候 感觉一下子他们的内容就开始变得很敷衍了 也不像之前那样会找各种资料来加强佐证他们的观点 所以就会发现各种常识性的错误 很多基础理论 他们可能也是匆匆收集了点资料 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在视频中自己强行解释一波 这位中国网友写道 像这种套着科普名干得名科式的人 在我眼里可以说是在侮辱科学 然而即使我不看 但凡有时想起来这节目的存在就令我愤怒 为什么 不仅是其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更是因为其套着科普的皮在传播伪科学 这位中国网友写道 都市怪谈对我个人来说非常无聊 因为绝大部分都是骗局 西方人连出土文物都可以伪造 老高收集到的所谓的证据也几乎不可信 那么请问追求科学真相的那部分人的意愿 难道不值得被尊重吗 男的太爱说教 女的太爱装傻 有人说他俩属于一个豆耿 一个捧耿 可我怎么看大部分时间都是男的一个人 在滔滔不绝的向女的讲述 他所谓的精彩的故事 而那女的一副你好伟大 你好有趣的神情呢 甚至还有网友把老高的视频内容的错误 一一纠正 学习态度既专业又认真 值得表扬 看完好多精彩评论 老高小默的确不适合在中国大陆发表视频 他们的视频就是一些怪力乱神 所谓的传说神话故事 靠的就是想象力 但在中国内地的大环境 这类题材完全不适合公开宣传 因为中国的大环境是支持唯物主义 而中国年轻人普遍接受了严苛的硬实教育 逻辑能力高出一些国家的水平 可能这也与大陆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有关 人民对宗教意识薄弱 无神论当道 但凡有一定逻辑能力的人 基本会自行判断这种言论 是否与自己的主观世界构成有所冲突 所以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然后就开始质疑 想办法证明自己的质疑是对的 所以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不会去迷信阴谋 因为他们有常识 只是会不断的反复思索自己的理念是否正确 而老高与小默的频道 更符合墙外自由世界的反制主义 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 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 中国墙外世界是阴谋论爱好者的大市场 同样也符合在中国之外的花语群体 不可否认老高有太多水平一般 有着明显问题的知识内容 有不少把故事信以为真的人 听完华人世界最大影响力的博主的晚间故事之后 会把他的知识当成是科普 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老高如果想要在中国内地发布视频 他的视频需要被分级 把部分内容打上纯一标签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教坏小孩 隔绝那些独立思考能力较弱的学生 一方面也是隔绝那些拥有质疑权威精神 但学士水平低的中国成年人 当然分级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而且神神怪怪的题材 中国视频网站的审查 估计会让博主崩溃 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 老高是借着科普的名义 分享他所知道的知识 很多内容是以他为讲述人传递出去 观众则带入小摩 只是他对故事内容的表达和传递过程中 过多或少加入了主观情绪和主观定义 从而让观众进入他所构建的体系里 这一点是他模糊了科学体系 是让很多人吐槽的点 也印证了为何招来很多迷信科学教 和绝对观点论的人的攻击 中国墙内有很多网友的思维 在塑造过程中 缺失了事物多元性的概念培养 谈及很多事物的时候 他们只愿意立足在一个正确和公认的答案 然后否定其他观点 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大陆和两岸三地的粉丝的问题 一部分是拥有质疑权威和相信多元的学识基础 但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部分是过分聚焦在科学思维必须绝对正确 结果失去了创意的包容性 当然支持老高小莫的中国网友还是挺多的 比如这位网友说 我是来学习夫妻相处之道的 顺便听故事 温柔尊重恩爱轻松才是这个频道的主题 这位网友说 我发现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实在太严重了 稍微一个不符合我们教科书的地方 都要拿出来批斗批斗 人家不是教你知识 而是唤起你的想象力 这位网友说 老高的故事讲得不好吗 小莫不好看吗 那不就得了 你真想看正经的科学理论解释论文 那你不应该去优求 而且你看得懂吗 这位网友说 你以为我吃方便面是为了健康 是为了方便啊 你以为我看老高是为了知识 是为了看小莫好吗 大陆有一些女权主义者 看到小莫作为一种迷媚的姿态 一脸崇拜地欣赏着老高 讲述故事的样子 而感到不适 可以理解中国大部分女性 不喜欢男性把妻子 当成小孩或者迷媚 更喜欢对等的姿态去讨论问题 中国的经济好起来之后 近几年的女权运动发展成熟 大环境让大部分女性 更渴望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 在视频中 小莫和观众一样 是作为一个倾听故事阐述者的身份 去接受内容 更何况这是一个杂谈视频节目 就好像朋友交谈一样 在具备一定的常识和知识储备的情况下 是可以进行平等交流 而在不懂的内容领域里 倾听和接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更何况老高的出话方式 不具有携带目的性 完全没有让小莫或观众 强迫接受他的价值观 而小莫的尖锐发问 是观众期待的锦上添花的娱乐效果环节 我这么有欲望 看来 就是什么都没见过 反观大陆的网名喷子 很大一部分是一群忙碌于低级机械生活 和面对房贷压力的群体 一群国家经济发展下的 没有宗教信仰的亏类 他们喜欢随意地否定身边有点水平的人 看不得别人的成就与幸福 这种人群很现实 对于他们来说 知识不重要 别人不重要 自我感觉重要 真理重要 可以赚多少钱更重要 老高也多次在视频中提到 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要有想象力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不太可能让他去考个科学家认证 才开始分享知识 为老高的视频比较适合 给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从更宏大的角度 去看世界 去质疑 去思考 去辨别 要不然会和中国网民的认知不协调 看了必然会引起一些争议 学会去质疑 思考表象背后更深层的一些道理 对认知的成长有好处 说白了 他们的节目既是简单的科普 也可以是伪科学 更是纯粹的 在给老婆讲的睡前故事 如果老高讲到了你熟悉的领域 那你就能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便是你要在得到 秘鲁政府的同意的情况之下 老高并不是唯物主义 宣传的东西也多少跟大陆的价值观不符 他们离开中国生活很多年 深受外国自由文化的熏陶 没有必要去躺中国墙内的浑水 所以不在中国开设视频账号的理由 也就更加充分 不然以现在老高与小莫的人气 入驻中国市场可以变现的机会肯定比现在多 毕竟没有人会嫌钱少 另外夫妻俩常驻日本 有可能已经入日本籍 而且面向观众主要是台湾 马兴华人 港澳人士 以及其他海外华人 中国大陆网友并不是目标人群 所以字幕用的是繁体字 很明显就是商业考量 老高除了毕业学校和大连口音带有中国味道 他们绝口不提大陆的任何信息 平时不爱表明爱中国立场 还和台湾博主走得很近 怕被家人朋友发现自己发了大财 估计也怕被网友和认识的同乡巴掉底库 以上这些原因加起来 或许也是老高夫妇不想在中国发展的原因 由UP主分析过 老高小默频道一年收入可达900多万美金 虽然老高说自己是日本公司外派到新加坡工作 YouTube只是副业 但是每个星期输出两条影片 就能产生比正值还要可观的收入 这种副业非常值得去取代正值 另外有经验的视频博主应该知道 在还有正值的情况下 每个星期需要输出一条大众影片和一条会员影片 即便是把剪辑工作外包出去 这还是很艰难的任务 所以可以推测老高小默离开日本选择到新加坡定居 可能另有引擎 因为当一个人的收入远远高于一般普通市民 如何结税就是一大考量 日本的所得税制度为累进课税 简单来说就是所得越多的人就必须缴纳更多税金 在日本依照所得 个人一年的收入超过1800万日元 也就是大约133000多美金 税率为45% 而新加坡税务居民个人的所得税 以上一年的收入减除相应的免除事项后 以累进方式计税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介于2%至22%之间 超过32万 税率为22% 一个是45% 一个是22% 可以少缴一半的税 年薪过百万千万的人确实需要好好思考思考 2022年 新加坡就吸引了大约2800名高净职人士 新加坡有24.98万居民 拥有至少100万美元的净资产 使其成为全球第五大最富有的国家 老高与小默如今也在这个行列内 新加坡政府当然特别欢迎 老高曾在视频中说到 新加坡的房子是租的 房子不大 不方便分享给大家看 因为没有得到房东的同意 担心万一暴露的话 这间屋子以后就不好租了 坦白说 新加坡房东是不会介意这种小破事的 不过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确实也是一种小受 对于他们现在的经济实力 想要在新加坡买下一间不错的房子 应该不难 老高与小默向来处事低调 老高甚至也不幸高 他们的人设颇有外星人般的神秘感 看来他们深知人怕出名猪怕肥的道理 这两还自称有社交恐惧症 老高在新加坡被粉丝要求合照 小默还特意回避躲开镜头 从这几点来看 他们虽然爆红了 但对生活饮食性还是非常重视 所以老高夫妇在2021年疫情期间 被日本公司派到新加坡工作的设定 何当YouTube博主只是副业 不是为了钱的糖衣 也许很快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也说不准 像他们这样有着极佳的观众缘 粉丝黏着度极高的自媒体人 他们的成功是很难被复制的 能在地球上认识这对 有着有趣灵魂的外星夫妇 找到大众喜爱的方式 每周风雨无阻地说故事给大家听 他们的爆红可以说是当代的一个 都市怪滩和神话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